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收看牧人青草地 已尽世世纪的尾声 我们回顾着记载了 以色列民在不断的 背逆压迫呼求拯救 又背逆的循环中 我们有什么感觉呢 真的这就是人的健忘被恩的罪信 17到21章是他们背弃信仰的实在例子 我们昨天已经读到富二代的敏迦 及他找来的少年立位人当祭司的事情 我们今天继续看下去 一开头就写道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亡 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主 因为到那日子 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 诶 进迦南地时 十二支派不是都有分到土地吗 为何他们还在找土地 还记得在第一章有一段长长的记载 八个支派没办法赶出那地的迦南人吗 在一章34节这样说 亚摩利人强逼淡人住在山地 不容他们下到平原 我们先来看原本但支派分到的应许之地 是粉红色的部分 有这么大块 亚摩利人占据了西部的沿海 平原的地方 还有东部的一些城市 但支派最后余下 这两个蓝色点点的 索拉和以斯陶 两个城所属极为窄小的地区 于是他们模仿当年约书亚派探子 窥探迦南地 选出了五个勇士去找地 他们往北走进了以法连三地 他们原本在这里往北走 来到了17章这位敏家的神堂 攀谈下之道 北漂的立位人被财主赋予 神堂祭司一职 这五个勇士赶快叫求问说 他们这次出发 有没有办法顺利呢 祭司连求问都没有直接说 平平安安地去吧 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 于是五个人继续往北 继续往北 穿过以法连 马来西 以撒加 拿佛塔利的地 走了180余公里 到达叫 叫拉义的地方 在北方 五个人看着这城的居民平和 自给自足 没有人掌权 跟别人也没有来往 完全是个世外桃源 就速速再走180公里 回去通报主人 说 我们窥探那地 那地一无所缺 土地肥沃宽阔 我们不要耽搁了 快去攻击吧 神已将那地交给我们了 这句话的用词很熟悉 但是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 于是 但足六百人拿着兵器 再次出发 又经过了米家的宅子 五个勇士 就偷偷说 这里面有 以福德 神像 雕刻的像 还有著成的像 你们想想 可以怎么做啊 那他们彼此就使个眼色 六百人拿着兵器 围住门口 五个人就擅闯民宅 就开始抢那四件东西 那立卫人 唯唯诺诺的很为难 他们就给立卫人 一个诱惑的选择题 你跟我们走吧 你是想当一家的祭司呢 还是一个支派的祭司呢 祭司听了好开心啊 要升官啊 速速带上七二家当 跟着离开 这叫坚守制道吧 米家听到消息追来 还被恐吓 只好放弃 但支派进入拉一城 杀了那地的民 放火烧成 没有人来救援 于是但族人 改拉一为但 三十节 但人就为自己 设立那雕刻的像 摩西的孙子 格顺的儿子约拿丹 和他的子孙做蛋支派的祭司 直到那地糟 掳掠的日子 就好像看了一出 充满阴谋血腥的事件 最后揭晓的人名 学者猜测这位少年立位人 就是摩西的孙子 而他的子孙 适代做蛋的祭司 我们来看蛋的罪 第一个 自立为王 蛋的意思是审判者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这序经文反复出现 这是作者回首 看着事实时期 以色列的软弱失败 背逆最大的感慨 他们不要耶和华当王 他们以自己为王 自己做判断 个人任意而行 但足两次数点人数 都是位居第二名 却在得地为业的事上 无尽取心 神有应许要给 他们也不想征战 不想与仰慕令人争帝 不敢与非利世人为敌 最后侵略一个 无害 好欺负的城市 他们师出无名 却冠上 耶和华已将那地 交给我们的名义 行尽无异于 强盗黑帮 第二 荣为拜偶像的起源 约书亚的遗言 记载在约书亚纪23章 再生地告诫 以色列名要谨慎 不可与迦南人掺杂 结果呢 只依稀记得一些 信仰的表面 再加上迦南人 拜偶像的概念 觉得有祭司 就可求问 有神像就有祝福的迷信 所以米家的祭司 跟四件神物 他们都抢 但这个城在 旧约赫赫有名的就是 它是偶像敬拜中心 也是后来北国 放金牛犊祭坛的地方 这是他们任意而行的后果 引诱神的选民入罪 以致在启示录 以色列各支派的名表中 没有弹支派 也没有设立神堂的 米家所属的 以法连支派 在永恒里失落了 我们有什么事 是按着情欲 按着利益考量 却要求祝福 大家的带导吗 这是敬钱 还是利用神呢 我们站在恩典的应许之地 是否心里还有未得之地 例如骄傲 还是对世界名望金钱的贪恋 我们与这些妥协 又能和平共处之下 然后很愉快地 给自己下一个 能接受的结论吗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若非你的话语亲自光照 我们无法看见自己的光景 我们不要自我感觉良好 却是现在最终 求主让我们知道 并且有勇气去纠正 回转归向你 求主带领 带着圣灵所思的能力 每天都是新的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